我现在会向你放三个画面 你看这些画面你会想到什么 是教科书级别的调度 颠覆想象的美学 还是燃烧经费的特效 但其实这些精彩镜头背后 仔细一想 都隐藏着同一位的工程 无线跟焦器 它在复杂的镜头设计中 被广泛的应用 甚至如今 一套来自于Ari公司的 Hi5无线跟焦系统 你猜要多少钱 就是一个轮子 只是控制一个齿轮转 它要卖两万美元 满配将近十五十六万人民币 比很多电影摄影机还要贵 所以为什么这东西要这么贵 焦点在影视制度中 究竟有多重要 那本期节目 我们将和同样是 新能源领域焦点品牌的未来 一拍即合 带你揭开 关于焦点的意义 大家在拍片过程中 也许都遇到过技术性失误 比如说曝光不准 收音有噪音 这些我们在后期 都能够适当地去拯救它 但是如果说焦点员今天手有点抖 那真的就没有任何补救办法了 出来也 当然 在影视制度中 焦点绝对不是只使用画面变得清晰这么简单 焦点的变化更多时候是导演控制观众注意力的一种方式 举个例子 比如这两个镜头 它们的运镜方式和人物表演都一样 但最终焦点给到的目标不同 这画面传达的信息重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那这种通过调整焦点来改变清晰主体操作 被叫做焦点变换 英文里叫做REC Focus 那还有一种需要始终保持运动对象 位于清晰焦平面的操作 它被叫做跟焦 也就是Follow Focus 主要用于追踪动态主体 保持叙事的连贯性 所以REC Focus和Follow Focus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变换的焦点有无数种使用的方式 也是剧情叙事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既然它如此的关键 迄今为止的电影摄影人 在有这种无线跟焦器之前 是怎么完成跟焦的呢 从焦点这个需求 第一次在影视制作中出现开始 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像早期的焦片时代 焦点员需要用手 直接去拧镜头上的焦点环 并且没有监视其可供参考 因为它是焦片 所以那时候他们会用 拉皮尺的原始方式 来测量焦平面到演员的实际距离 然后在焦点环上做出位置标记 拍摄过程中严格的按照这一点来执行 那如果你身边刚好有一台相机 我有个有意思的知识可以给你分享 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哪怕到了今天 是数码相机 这里往往会有这么一个标志 以前可能你不明白它是干什么作用的 但是现在你可以理解 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传感器的这个位置 就是帮你拉皮尺用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一个标记 不过在以前的电影行业 即便准备的如此周密 在焦片真正冲洗出来之前 你得知道你都是在开盲盒 和我们现在用手机来拍摄是不一样的 最多是开盒前摇了一个手感 你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合焦 所以能看到早期很多电影 大多会选择一种叫做限定对焦的方式 也就是预先我把焦点放在这里 然后让演员自己走到这个位置里面 这样的话焦点就不可能跑了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聪明 现在也在用的一个手法 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 慢慢出现了更符合人体习惯的手动跟焦器 它可以被固定在摄影机的一侧 使跟焦器的齿轮和镜头对焦环的齿轮完美的咬合 通过前后的旋转跟焦器来完成对焦 焦点源也总算可以待在摄影机的一旁 配合摄影师完成对焦 能够减少手颈造成的晃动 让画面中的焦点变化更加的精准 这么好的东西要多少钱呢 以前好莱坞卖你一万多块钱一个 就是一个轮子 这个东西卖你一万多块钱 没有别的魔法 然后这些人肯定会说 那有的时候摄影机很高怎么办呢 那海莱坞的人跟你说 我们帮你考虑到了 这个码鞭我们可以呈现给你 这个东西我给你看下多少钱 就这么一个鞭子 650美金 5000块钱 一个鞭子 我们伟大的中国的公司发现了这个市场 现在在各个平台上面 你应该花35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 当然哪怕有了这样的方案 可是你会发现一旦镜头运动复杂起来 这摄影师和焦点源 就是还是很有可能左右脑互播 来争夺摄影机的控制权 那为了解决这个痛点 实现更复杂的镜头 电子无线跟焦器它就诞生了 那像是如今最常用的WCU4 和Tilter原力M跟焦器 都属于这一类 无线跟焦器可以利用电机直接驱动镜头齿轮 配合上能够远程遥控的电子手柄 就能够精准的对焦和标记 哪怕是摄影师真的发痕了忘了勤了没命了 焦点源站得很远 还是可以稳如LOGO 那也就在这个时候 大量复杂调度的长镜头创作 才正式开始爆发 真的是因为一个技术才爆发的 那如果你再加一点预算 做到开头我们提到的 那个2021年发布 12万15万人民币的 Hi5无线跟焦器 它还具备触屏界面交互 多轴镜头控制 振动触觉反馈 等等各种厉害的功能 加配上授权的FocusBug系统 还能进行实时测距 完成焦点跟踪 甚至可以自动对焦 那这么看来 好像贵也有一点道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再强大的工具 也是需要人来操作的 跟焦器能够发挥出 多大的能量和焦点源的技术 是息息相关的 为此 我们请来了一位 有20年跟焦经验 且参与过非常多 知名品牌广告拍摄的行业老炮 张苏强老师 并且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 强哥 要好奇就是 目前您知道 比如说国内 大概有多少职业的跟焦源吗 最起码200个以上 只有200个 我一直感觉还要有更多 只有200个 就200个以上都有了 就是电影加广告一起 那忙得过来吗 全国有这么多东西要拍 因为现在大家认可的就这么多 那跟焦的这个业务机会 或者说这个 我可能不问综合待遇 但就是整体来说 营收养活自己肯定没问题 这个是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就待遇方面肯定还是还不错 在广告行业焦点源的工资怎么样 那一般是按天来计算的 那刚入行的 大概在一天1500左右 更资深的 大概一天5000左右 最顶级的跟焦源 一天的收入 能有1万块钱左右 但是根据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项目 价格会有所不同 那有着如此丰厚的待遇 焦点源的工作内容 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拧焦点环 这么简单 是变焦 或者变光圈 都可以 这个光圈 对 都会有 机器上的所有的菜单 都在上面调 所以逻辑上是不是 假如说导演需要 有可能你需要同时变焦 再跟焦点 有 因为有的时候 跟焦源在一个瞬间 会需要成为控制光圈的那个人 因为比如说 从一个亮的地方到暗的地方 就叫你来拉光圈 对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在意的时候 你上下会反掉 也会遇见这种问题 但是基本上很少 很少遇见 就是如果你试过的话 你会意识到 因为你眼睛要盯着一个屏幕 同时你要记住你的手的正反向 然后因为屏幕是一个2D的 你不知道你的焦点是过了还是近了 嗯 就是你盯一个点 盯一个点的时候 你要动光圈的时候 就可能会反掉 这是一个 你两个手都要动 同时动的 就是对 这个东西超级超级难 在实际操作中 焦点员需要手眼协同 在多个参数间灵活的切换 那说真的 即便有了先进的设备 想要驯服它们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拍摄过程中 如果焦点出现失误 就会接受全组人的注目里 压力真的非常大 对 因为你焦点其实对于 整个现场拍摄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管导演还是摄影师 你只要焦点虚了 你其实再好导演 再好的摄影师都没有用 这个太重要了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 跟焦点员的口碑就是 你必须得保证 就是几次里面你必须得成功 不成功口碑就容易坏 对 基本上你不能说几次 基本上你不能出现失误 就是可能有个一两次 就算已经算是 就比较那个了 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是人得和一个计算机一样 就是得非常精准 是的 在和强哥交谈的过程中 他向我们提到了一个焦点的大难题 烟雾跟焦 烟雾是拍摄中营造氛围感的常用道具 但对焦点员来说 就是妥妥的难度升级 烟雾本身的运动非常随机 且没有锐利的边缘 和强烈的明暗反差 会让焦点员难以快速定位到拍摄目标 所以我们也特地制造了大量的烟雾 找来了特技空翻老师 现场看一看 强哥的实力究竟如何 不是 有烟又有乱蹦的人 但他只要粗在画面里面 我焦点就会给到他了 只要你能看到就能跟上 对 好的 来吧 试试吧 好 我都没看清你都跟上了吗 你跟上了吗 可以看回望一下 我这也能跟 一点都没跑的 我的天哪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清 反正我在现场 真的是我还没有看到人出现 强哥已经完成了全程的变焦 来引用他非常凡尔赛的一个发行室 我能感受到他在那个点的位置 在哪里 太厉害了 焦点员的感受 其实是在大量项目经历里面训练出来的 很多焦点员都会对演员和摄影之间距离 有一个大致的目测判断 长年累月就会形成肌肉记忆 同成为手感 那本能的手感配合对现场的预判 才能够完成这种随机性极强的镜头 正因如此依赖经验与知觉 焦点员在高压拍摄中的表现就尤为关键 那为了模拟出急速拍摄的实战情境 我们还请来了一位重量级人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来到了现场 你有什么代表作吗导演 我没有代表作 我是个新人导演 但是我的粉丝们一直想看我导一次 我就导一次给大家看看 好的你有十分钟的时间 现在假设就是片场已经特别紧张了 OK 所有前面已经全部爆炸了 然后现在离岛来救场了 你有十分钟的时间带我们大家拍出一个不错的车拍画面 好吧 我来开车 你来导 好 那导演我们现在怎么样 好 发布司令 好 老师先把胶对在我们驾驶员脸上 然后再给到车子上 驾驶员里面有这么多相机 太合适了 力道 我知道 我就要这种穿帮感的画面 哦 是这样是吧 可以啊 好 导演想要穿帮紧啊 故意想要穿帮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 你眼神好好 健身坚一点 正视前方 对对对 哇 不错不错不错 好 我们拍一拍这个轮子 哦 好的 拍拍这个轮子 因为这个车啊 它悬架非常的牛逼 嗯 我们要拍就是它的这个行驶非常平稳啊 这个天行的这个方案非常厉害 没错 没错 呃 你先你先超过拍摄车 好 对 好 然后 拍摄车迅速超过我们 哎呀呀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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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 我的控制差不多也烧完了 我就 先撤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条片子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一辆好车 一位好导演 一次全新的尝试 铸就永恒的经典 哎呀 为什么有汗啊 你头上 就是有点小热嘛 这个天光太好了 好色 不是紧张 对对对 而且刚刚拍完啊 我有一种感觉 我的感觉啊 就是 稳 这个车实在是太稳了 听说它的天行底盘啊 用了集成式液压全主动悬架 连香槟塔都能稳稳脱举 而且还跟AI有深度结合 能够自动的过滤 颠簸 保证你这个开的 又稳 又快 又舒服 是的 我也是这个感觉 是的 所以你们觉得 四维导演的处理座 拍的怎么样 你来评价吧 如果你有过车拍经历 应该会指导 一颗完美的车拍镜头 通常需要花费20分钟到一个小时时间 才能够完成 只是一颗镜头 但强哥在如此随机的情况之下 依然扛住了压力 做到了大部分焦点的精准落位 这非常不容易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超强的稳定性 本次对焦短片的主角 ET9也具备 未来ET9具备高速暴胎控制能力 和辅助驾驶下的紧急自主靠边功能 如果开着辅助驾驶 在高速行驶中出现暴胎的危机情况 ET9的限控转向 全主动悬架 后轮转向会共同作业 在暴胎瞬间控制车身 同时辅助驾驶会控制车身向右变道 逐步行驶至应急车道 实现安全靠边停车 如此优秀稳定的应急功能 也是我们一大助力和底气 其实焦点技术的进化 也是影像表达的革命 从物理刻度到电子辅助 它的每一次进步 都在拓宽创作者表达的边界 让更复杂的运镜 更细腻的视觉表达成为可能 所以希望你能理解 每一种对焦方式所承载的功能 还有这些情感 让去清晰的选择 自由的表达 最后再次感谢 未来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ET9搭载全线控制能底盘 或国家线控转向技术量产许可 成为行业先行者 推动智能电动时代 汽车技术的革新与进步 另外辅助驾驶 抱胎紧急自主靠边停车 和防碰撞尾部抬升功能 也有本次车牌挑战 提供了安心的强力保障 这些创新技术 能够帮助到ET9的驾驶者 在一次次安心的旅程中 将生活的焦点放到更远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也就跟着点点小星星 值得关注我们 就跟着我们的帮助 和我们下次见